Hello,大家好,这里是主题游戏速报,我是你们速报级灵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新游戏试玩呢,是刚刚登陆Steam以及Xbox平台的一款可爱的像素风游戏,名字叫做林中小女巫,Little Witch in the Wood。 这款游戏当中,玩家将扮演一位实习的小女巫,前往魔女之家学习炼金绘图,制造药物等知识,利用手中的魔法知识去帮助友善的村民,并与不同的生物缔结友好关系。 人见人爱又古灵清怪的小女巫会经历一段怎样的冒险旅途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试玩一下这款游戏吧。 他这个进入游戏还搞了一个这种火车鸣笛的这种音效啊,好可爱。 胡萝卜到底在哪里? 还在想这事儿,除了胡萝卜别的材料我就找到了。 粉刀该庆幸没找到胡萝卜吧? 还没有去南卫生间找过胡萝卜。 原来你的冒险精神还是有道德界限的哦。 笑死了,所以胡萝卜肯定就在南卫生间。 回头我要写信拜托珍妮让她去南卫生间找一找。 哦,对哦,这个游戏首发加入微转的SGP啊,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它那个XBOX版本的那个游戏没有中文啊,但是它那个PC上的那个Game Pass里边那个是有中文的。 啊,大家可以用PC来玩,当时要不是多亏有威尔在。 好无聊。 我知道这糟糕的列车为什么没人坐了,她现在是要坐车回那个女巫学校啊。 乌尼蒂是位于大陆中心的高师的女巫之家,女巫学校的刺习学生。 现在跟她说话的是她的这个帽子啊。 哈哈,胆小给威尔会哭也正常。 她是刺习女巫啊,别再挣扎了,你坐的可是奔向成功的列车,笑死。 但有点阴凉潮湿的女巫之家,老老实实地待上三年就行了。 不要再说了。 一想到下车时还要拖鞋,为啥? 听说珍妮的姐姐第一次在高师站下车时穿的鞋是鞋带很多的靴子。 哦,妈妈给她买了新鞋。 哦,获取关键词啊,鞋带很多的靴子。 真相只有一个。 那我现在要去干嘛嘞? 奥尔剑摁下去是吧? 在高师下车的时候需要拖鞋吗?问问其他人吧。 哎,好像跟那个试玩版不太一样了哦。 你好,调酒师叔叔。 这里有茶吗? 当然,那给我一杯茶吧。 加了酒的茶,哎,茶酒,酒茶,是吧。 嗯,使用获得的关键词可以开始对话,OK。 要喝水吗? 嗯,鞋带很多的靴子,哎。 在高师站下车的时候需要拖鞋呢。 是吗? 那当然,我看到过不少为了去高师盛装打扮,结果到了这种慌慌张张的乘客。 如果是穿着鞋来的,那最好提前把鞋带松开。 哦,居然是真的哦。 妈妈送我的这个利落的鞋子说明了一切。 靴子真酷啊。 因为我是刺激,哎呀。 你真的是要这样一直怼我吗? 他这个帽子也挺神奇的哦,可以跟他说话。 我在这里已经习惯了,这个调酒师是一个老白虎啊。 如果车上有客人,所有客人都应该听到你在女巫学校放火的事情。 哎,他在女巫学校还放过火啊。 我摇魔药摇了五次,然后发生爆炸了。 我虽然不是女巫,但连我都知道魔药只能摇三次。 嘿嘿嘿,笑死了。 对呀,就是反叛是吧。 因为摇了四次之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就再摇了一次。 哎呦,这个艾力感觉也是够叛逆的啊。 打开笔记可以看到现有的关键词,OK。 鞋带很多的这个。 那我现在要干嘛呀? 可以去问问其他人是吧? 这里还有一个普通乘客,你好。 哦,这个罗伊还蛮帅的啊,感觉像是个猎豹还是什么,狼狗。 你是要去高尸吗? 嗯,怎么了? 听你说话感觉很僵硬,啊,真是的。 想了点事,不知不觉以前的习惯就出来了。 呃,自己的补商店。 来,也问问他,从刚刚开始你就一直盯着我的脚看,是有什么不对吗? 嘿嘿,你的靴子鞋带这么多不会不方便吗? 到了高尸就会很麻烦吗?我不是很明白。 下车的时候不是要脱鞋吗?啊? 看来这个罗伊不知道啊,我在这方面比较迟钝。 真呢,调酒师大叔。 是我说错了什么吗? 不,不是的,我只是发现, 原来是这个调酒师跟这个帽子都骗他是吧? 笑死了。 嗯,那个罗伊估计他憋笑啊, 人家不是为了顾全你的面子吗? 对呀,别太难过了, 我以前第一次拜访时也被同事骗过。 嘿嘿, 笑了。 珍妮竟然骗我,毕竟是你的朋友嘛。 走吧,去这个座位上。 还有三天才能到啊。 OK。 原来是都在这儿是吧? 耐着性子坐着。 OK。 啊,完成了第一个任务。 还有三天才到我们的学校啊。 好,这个火车也够慢的。 你们女巫为什么不能施展法术, 直接飞过去。 对不对? 你要是直接飞过去,那躲那个。 等等,维基尔你先安静一下,快看窗外,那山顶上,哦,有一棵发光的巨树啊。 有一棵发光的巨树,为什么会发光呢? 是因为树上的花会发光吗? 感觉好壮观啊。 火车快出事故吧。 哎,行不行啊,哪有人自己诅咒自己的。 那,那巨,那巨染呢? 那巨染呢? 这可不是武力。 火车减匪呢? 也没有。 哎呀,火车怎么停了? 是巨染。 正确的问题应该是发生什么事了。 不清楚啊,该是火车出问题了吧。 我们去看看。 火车到底是出了啥问题? 怎么突然就停车了? 哦 乘务员来了 咋了 看看 最近的乘客很抱歉给你带来不便啊 严重的问题 列车发生了严重的问题 必须暂时停车 列车将于明早回复运行 准确的出发时间将在明天 那现在可以出去吗 明天早上可以出发时将立即出发 那我出去一趟 哎 你还想要出去啊 当然记得 发光的说在山顶上 明早之前记得回来哦 哈 肯定这个女生没有回来 艾莉肯定没有回来 然后就被落下了是不是 好黑啊 外边 打开备忘录 摁这个右摇杆是吧 寻找在火车上看到的发光的树 走吧 自动保存了 是个山坡呢 看看那边 血泊上挂着藤蔓 那种程度的话应该 爬得上去 啊 是从这儿走吧 维吉尔这里有秘密通道 走走走 看一下这里有什么奇怪的 哎 这路上有些草 这是什么 好像是小南瓜 生长在庭院里的恶魔可还行 长出了这么多藤蔓 用手肯定除不掉 隐藏在某个地方的藤心 然后消灭掉它 怎么找呢 只要碰到藤蔓 藤心就会发光 找到藤蔓 应该在刺藤附近 这个吗 我在哪儿找藤蔓 那那个刺藤 那个刺藤啊 刺藤啊 估计是应该在另一边 是不是啊 在哪儿啊 这里好像躲不动 火车在另一侧 火车在另一侧 是不是这边 这边也过不去啊 那我应该去哪里找 这里走不动吧 感觉应该是这个 发光的 哦 这里可以过去啊 是吗 哦 就是这个 哇 好了 你藏的也够深的 终于要开始 真正的探旋之旅了 按这个 右肩键 跑步啊 可以 我哪儿走嘞 这有一棵树 哦 还可以摇树是吗 这音乐有点好听哦 看一下我们要往山上走 去找那个什么树 绿森高原 是一座山 山风伤皮肤 笑死 哎呦 这有发光的蝴蝶 好好看哦 哇 诶 这里有一把闪光的钥匙 似乎是用女巫花纹设置的结界 这森林里有女巫 还记得启动的方法吧 怎么启动呀 调查一下 看下怎么启动 哦 直接就开了 哇 山顶的这棵巨树上全是这种发光的蝴蝶 这是苦葡萄茶树 好像不是树在发光 上面都是蝴蝶啊 蓝月蝶 是一种会发出淡淡月光的蝴蝶 这些蝴蝶发出的光具有和真正的月光一样的力量 所以这种蝴蝶附近总是出现奇怪的现象 这可太壮观了吧 池塘中巨大的茶树 和其身在茶树上会发出月光的蝴蝶 好神奇哦 为什么他们两个会在一起呢 卢奥图一般会为了获得月亮花 人为的一起培养 但自然以这种方式出现的就比较罕见了 我之后要给学校写封信 我们再四处看看 顺便收集一下图鉴 别弄太晚了 明早之前要回到火车 OK 好 哦 完成了任务啊 那我们接下来要远路返回 我真的没法再在火车上睡觉了 附近没有可以过夜的地方吗 嗯 这里好像可以走 还可以捕捉它吗 死亡藏在床底 不是那个 在触碰之前画是什么意思啊 长按羽毛笔 使用按钮可以画图 进度条拉满之后 会存入图鉴之中 哦 还需要用这个羽毛笔 把这个蝴蝶给画下来是吧 蓝月碟 大小八 重量0.2 感觉跟那个我当时之前试的玩的那个试玩版有很多区别哦 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月亮笔之类的 有关住所和时间等信息 台积需要用到的工具 哦 OK 那我们需要用那个 捕虫网 对吧 因为没有工具 是吧 那怎么办呢 更重要的是去高师的巫女 女巫之家 那我们继续往下吧 这是抓不了了 这里有什么地方吗 哦 这里有个地图 哎 是往这走吗 用羽毛花 这是什么生物啊 女巫花 女巫在这座东西时经常会用到它 这个好像可以直接拿 走吧 我们得回去啊 干净 要不然我怀疑那个车可能会丢掉我们 哇 有一个猫 发光的白猫 第一次看到这种生物啊 要跟上那生物 往往往这个右边走了 是吧 这是啥 捡到了一根树枝 哦 这个白猫 这是什么 银青铃铛花 OK 又是一种新的植物 哎 猫往那走了 这是拿到了什么 白色的女巫粉笔 可以干嘛呢 哦 这里好像又要用这个女巫花文化 来画画看吧 要用一把女巫 白色女巫粉笔 是的 哇哦 酷哦 哎 那只猫去哪了 快看我一件 那里有座房子 这不是女巫之家吗 感觉好老旧啊 我们可以跟这里的主持女巫说一下 暂时住在这里 这个房子感觉很破败啊 实习女巫住在女巫之家再正常不过了吧 没人是吧 那我们就直接住进来了 对吧 反正已经没人住了 那就是我们的了 感觉这里好像真的是被废弃了 你看地上有好多蜘蛛网 女巫之家是可以自行保持整洁的 她现在这么脏乱 肯定是状态不太好了 我还有床 那我们就直接在这睡觉呗 采集急跑等活动会消耗体力 可以通过吃食物或者睡觉来恢复 OK 是不是可以打扫一下 哦 不让打扫 那就直接睡觉吧 反正就住一晚上 对吧 你看你们这人 哎 我估计你可 完了 火车 火车声响了 是不是火车要走了 怎么办 耳边一直能听到火车的声音 人家火车要走了 你怎么还 还在这睡觉呢 快回去吧 哎 但是是往这儿走的是吧 太快快 火车不要丢下我 我感觉我可能要被火车丢下了 怎么办 去不了学校上学会被开除吗 完了 火车走了 好像是那只鸟发出了火车的声音 这怎么办 被你妈妈训练出 操 怎么就只剩下一个鸟在这儿了 哎 这个鸟怎么还跑了 这是嘎嘎鸟 这种鸟脑子不太正常 笑死 嘎嘎鸟可没做错什么 有味书好像 什么 火车上的调酒师叔叔 火车不见了 让你吓了一跳吧 凌晨到达的女巫啊 那我怎么办呀 这附近有之前我住过的村子 你可以在那里待一段时间 行吧 到了村子帮我问候一下 埃尼特和阿尔丁调酒师 啊 这里有村子 可以 那我们就去社会实践一下是吧 打造一下女巫之家啊 毕竟要住在这儿 感觉埃尼真的好兴奋啊 不用去上学是不是很开心 这学生啊 就是上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校不好 等着不上学了 哎 就觉得学校很好了 再记录三项内容 OK 那我们就在这附近再找找啊 有没有什么东西 那棵树 看一下我 这里有这种 小兔子一样 那是啥 好可爱哦 这个小白兔一样的团团 在地洞里生活 一个洞里通常住着二只四只团团 好奇心强 人靠近时会主动接近 哎呀 有点可爱 然后我们的屋子 先回去打扫打扫屋子吧 把我们女巫之家打扫一下啊 毕竟有点太脏了 这里也是团团 没有其他的花嘛 哦 这里好像 这好像被小南瓜挡路了 OK 那我们先去一下女巫之家 估计女巫之家里 可能有什么办法 先把杂草除掉吧 去翻一翻那边的桶吧 说不定会有除杂草的魔药 什么工具啊 瘦啊 削了 这里感觉好像美 这里可以睡午觉哎 还有哪里需要打扫呀 是不是就OK了 这有南瓜头 OK 那我们就直接进去了 任务标志 一边打扫一边看看 有没有能用得上的吧 打扫一下 哎呦 这家里好脏啊 房子真是一团糟啊 他自己的房子灰尘也很多是吧 女巫书架 这里会不会有什么书啊 比起不看书的女巫 毒蘑菇还更强一些 哎 笑死了 因为毒蘑菇只能杀死一个人 改变女巫的十二种植物 有趣的女巫植物图建 女巫庭院的梦想植物 有意思啊 这里感觉 这里有啥也有事 哦 这里好像是个箱子 这里也给打扫一下 哎 是个手册 那边书桌钱也很乱呀 OK 都给他打扫干净了啊 哦 这是个女巫升降机 厉害咯 我记得一开始那个测试版的时候 这里是个梯子 现在就变成升降机 哇 这里还有个炼制炉 好像是调剂式 要是工具没问题 就可以在这里制作魔药 那先打扫一下吧 对吧 炸制机可还行 亲切的铲除 干嘛呀 玻璃瓶 找一找可以用在炸机机上的玻璃瓶 这是什么 团团的毛发 这里给他打扫一下 哎 这个箱子是什么啊 啊 仓库 这里好像有个宝箱 啊 这里就是那个仓库 这个呢 也是仓库 这是啥 烘烤器 放入采集物之后还要等 啊 这些好像都是就是炼药用的是吧 炼他们的女巫的灵药 那就是要去村子里看一看 但是村子不是被那个挡住了吗 我怎么去村子呀 炼药的干锅 学校用的都是便宜干锅 终于用上好的了是吧 准确加工的材料火候 汤勺搅拌方向 哎呦 它能做出正宗的模样 OK 需要材料火力和汤勺的搅拌方向都准确 我先认真查看图鉴上的调配方法 行吧 这是什么 团团的毛 这里是 找到了什么 月亮油魔药的调配法 拥有月亮之力的魔药 需要有月亮花和凤凰羽毛的材料 月亮花和凤凰羽毛 我去哪找月亮花呀 女巫的谷羽 是什么东西啊 看起来像是调配方法 好像是月亮的什么之类的 哎 这个艾莉感觉已经学够了啊 这里是个工作台 要查看图鉴 好的 打扫好了啊 这里掉了一个什么 女巫花叶 这里发生了什么 工具坏了 那怎么办呢 村子前面有小南瓜 用恶性杂草灭除 要摸药 恶性杂草清除灭除 开心 怎么做呢 看一下 要先炼药 需要一个 需要两个团团毛放进炸汁机 需要两个女巫花放进炸汁机 将火调整到四档 汤勺不搅拌 但是我们炸汁机不是坏了吗 挖一件团团花和女巫花 OK 但是好像我们刚刚是不是捡捡到了这个团团毛汁啊 什么的 团团毛汁和女巫花一个 然后四档不搅拌 对吧 来吧 OK 女巫花叶团团毛汁 OK 团团毛汁 这怎么选 长按进行调配 好 选一个 然后 女巫花枝一个 然后长按进行调配 哇哦 恶性杂草清除模样 厉害咯 把这个扔到小南瓜上是吗 可以 用上下键来切换魔药 然后用X键 给装备 OK 怎么好像 我们已经装备上了是吧 在那个右边 保存和加载 在抽屉里保存 行 我们先存个档 保存一下 好 从现在可以睡午觉了 晚上就不能睡觉了 哦 中午睡了 晚上就不能睡 那还是晚上睡吧 对吧 中午才能睡几个小时呀 真的是 装配魔药 清除 哦 要瞄准是吧 怎么瞄准啊 2T 可以咯 把这个心给它清除掉 然后它就不会再长了 成功 这是什么 有村民了 快看那里还有更多的刺藤 而且还异常的粗壮 炸制机怎么办呢 这是个商人是吧 握力 你好 请问你是这里的村民吗 哇 好漂亮的自然景色 说 他为什么不理我呀 这完全沉浸在大自然当中是吧 那我下次再来 啊 热爱大自然的人 就是不爱跟我说话是吧 这怎么办哦 难道是中了诅咒吗 只能称重大自然的诅咒 解除诅咒的 解除诅咒糖果 对呀 主要我们现在 哦 旁边有什么 旁边有玻璃瓶 哦 哦 那里有一个玻璃瓶 OK 看一下解除诅咒的药 要怎么那个配啊 嗯 就是这个是吗 月亮油是吗 月亮花路风 哎 应该不是这个 哦 这个 团团毛两个 红叶香草汁 嗯 调制三档的火 OK 不搅拌 可以啊 是不是就是这个瓶子 这是什么 吞子在这个藤蔓的后边 我们先回去调配一个这个解除诅咒的这个药 哎 为什么不让我上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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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还要先看一下这个藤蔓是吧 那这个怎么办啊 那这个怎么办啊 这个用这个清除打草那个应该是不行的 现在有几个啊 现在有几个啊 三项内容 解开握力的诅咒 自然主义者的诅咒 哎呦 要干点事好多啊 哦 这还有果子 好可爱 团团的毛 好能不能直接抓它们 哦 直接从它们身上拔了一个啊 这个花应该也可以拔吧 嗯 这个花怎么好像不行 到下回去调一下这个模样 后边估计应该有很多啊 呃 一个团团毛汁 一个这个 我要怎么调配这个火 这个火猴啊 哦 火力射指 然后要三档对吧 然后汤勺好像就是 不那个 就是不那个转动 啊 哦 好 哎 嘿 解除诅咒的糖果 来咯 让我们去救一下小姐姐 小姐姐我们来了 我这个小女巫也是到处救死扶伤是吧 给他 吃一吃 现在我在正常的说话嘛 对啊 你终于可以正常说话了 在西边丛林碰到的老头子一看就很奇怪 那个猴子木像做的唯妙唯肖 啊 果然是被诅咒了 怎么办 我的名字是卧力啊 我真的好久没有说过自己的名字了 我是艾力 是实习女巫 临时被困在了村子啊 幸好有一座空置的女巫之家 所以我暂时住在那里 嗯 对 我本想去村子里做生意 但因为刺藤挡路 那怎么办嘞 把这个玻璃瓶给我吧 需要用在炸制机上的玻璃瓶 还有启动烘干 烘烤器的烘烤器把手 啊 还有钱是吧 钱不够怎么办 哎 就免费送给我呗 对吧 啊 给了这个炸制机玻璃瓶 对啊 就直接免费送给我嘛 但是没有烘烤器上的把手 那我下次来的时候带吧 但到时候我会正常收钱哦 好吧 把这个也收下吧 哦 调配法治愈糖果 治愈清伤的糖 OK 还给了我们一个这个配方啊 在火车来之前不就只能困在这嘛 那不然怎么办呢 那我们去修好炸制机 啊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怪物啊 南瓜狗 南瓜小狗毛团 喜欢玩耍 如果试图采集 它们会玩起捉迷藏 它怎么 在这喘俗气了 我要跟着它跑是吧 拿到了 跑了啊 它 那我们先走吧 先回去把炸制机给它修好 激活一架 终于能调配魔药了 要消灭巨大的刺头 应该怎么用什么调配方呢 嗯 应该可以做基础调配法里的魔药了 如果做恶性哦 可以去原本被挡住的地方 OK 去森林啊 那我们还要再调配这个 那个 那材料不够了呀 团团毛还有 那材料不够了 还得去找材料 OK啊 因为这个试玩时间的限制 我们今天试完 就给大家试完到这里 然后今天给大家试完 这游戏名字叫做临终小女巫啊 这个游戏目前登录了 这个Steam以及Xbox的平台 并且首发加入了微软台的GP服务 这游戏的Steam版 跟这个PC版的Game Pass里边的 这个游戏是有中文的 主机版好像暂时还没有 大家如果玩的话 可以优先选这两个平台 好了 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 我是你们的速报 就聆讯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呢 欢迎评论的收藏和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